大家好, 欢迎来到快乐下厨实验室 我是小林同学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实验就是 免油的牛奶卷 方便简单又易做 虽然是免油 但是大家可以看一下 也可以一片片的私利食 早上配些牛油、花生酱 或者蓝莓酱夹着吃 真是很爽的一个早餐 我老公说 配上一杯咖啡 真是正到悲哼 下期预告有经典的红豆包 免油面包很简单 大家留意一下文字说明 不好意思, 这里我有大头虾 在奶里我已经加了糖 但是加糖的时候我忘了开镜头 大家记住, 这里是有加糖的 大家 再见 把麵粉混合套完全看不到乾粉就可以了 把麵粉混合套,把麵粉混合套 分割後,拿起其中一份小麵團拉出光面,滾圓就可以鬆弛 如果做造型,我們會鬆弛兩次 如果不喜歡造型,喜歡圓頭包 滾圓後就可以進行二次發酵 在這裏我們可以討論一下,為何很多麵包都會有花式造型 因為造型時需要鬆弛,鬆弛時麵團的內部組織會自我圓滿 會產生更豐富的口感 終於來到我們最享受的造型環節 我最喜歡造型 入圓中 入圓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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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麵包拉开,看到很有弹性,不是一撕就断 内部组织也很丰富,有细织的感觉,不仅是粗粗的洞孔 其实做麵包真的有很多种方法,有所爱,找一种适合自己的方法就可以了 大家可以看到側面的组织和回弹力是如何 你可以试一下如何按它,它也是回弹的 现在这个麵包已经经过了十多个小时了 第二天的早上,爸爸拿出来做早餐了,按一下它也是很回弹的 我老公就喜欢配着牛油,花生酱和蓝莓酱去吃 配上一杯咖啡,它说真是很棒 三种不同口味的麵包就组合成了 欢迎大家免费订阅我的频道,按下旁边的小钟 就不会错过新片的推出了 多谢大家的收看,祝福大家幸福安康 下期预告是经典的红豆包 下期预告是经典的红豆包 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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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